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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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易闻必答》的环节 这次嘉宾是邀请来Jason 和我们解答一下股票问题 Jason 你好 Jason 你好 Jason 我们先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电话旁边接通了有罗先生 罗先生 你好 你好 我会3311 是 3311 是吗 是 3311 你未有货吗 没有 那你就想问现价买不买得过 是 现在可以追到 现在可以追 现在可以追 现在可以买 OK 我们看3311 股价就去到9.06 跌3% 今天见过一个月的低位 看它公布了业绩 其实最主要是毛利那边售额 毛利率按年跌了2.8% 百分点去到12.2% 现在这个业绩 市场相当不收货 所以公布了业绩之后 都连续出现了很多支的阴烛 跌了这么多日 由之前11个几 跌到现在9.06 即没有了2个几 Jayson 那罗先生就想趁现在的股价 跌了这么多 去捞货 你建不建议他这样做呢 是的 看回中国建筑之前的业绩 虽然好像大数 和顺利方面做得不错 但是如果你说 撇除一些一次性的因素 又或者只剩下核心的顺利 其实它按年都要跌成超过2成 那么多 主要原因刚刚Tracy都看到了 就说毛利率方面 今次都是有大跌 反映回 就说可能去最近这一年里面 所接的那些新的项目 或者之前去做完了 落成了那些项目 现在入仗的时候 都见到的毛利 就没有之前那几年是那么好的 还有看回有不少的订单 都因为是延期 令到很多项目都是开不了公主 那这部分也是令到 今次在这个入仗上面 就不算太好的表现 那你看回公司去出完业绩之后 很多大行都将它的目标价 就调低了 还有有些都将它的评级 就降低了 但是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见到那些大行 其实现在给中国建筑那个 的目标价普遍都还是 在10元楼上的 你说好像比较差点的税信 都还是比10个4 换言之你说中国建筑 虽然业绩是不好的 但是股价跌到现在这些位置 某程度上短期里面 有机会有个反弹 如果你说纯粹是打算拨一个 短线反弹的话 我又不反对你买一点点 但是都不要说太进取了 因为你说这一阵的反弹的幅度 是可以去到哪里 那我都有一些保留的 那你可能上回去 大概9个半楼上 就会有个比较大的阻力 还有如果你说这一阵 它未说那么快出现反弹 反而是要再跌的话 那都要留意的 因为下面如果你说 再穿的话 那可能分分钟要落到8元 这些位置都不出奇 所以现阶段你说要买 都好好管理风险 还有下注方面的金额 不要太大 如果不急的话 最好罗先生 大家等 罗先生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可以帮到你 没有 谢谢你的查询 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听 另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电话旁边接通了有郑小姐 郑小姐你好 郑小姐你好 你你好 你好 想问哪一只股份 我买了长城汽车23333 买了长城汽车 什么价位买的 8元买的 8元买入的 是的 那支牌又升 最近这几天就一直跌 跌到现在 今日735 7个辛苦 不知道可不可以 可以开或者可以开出去 嗯明白 看见到股价 但还想问这个3888 它现在升到这样 我是18元买的 我们稍后再回答这个问题 先回答23333 见到长城汽车 郑小姐就8元买入 她就说股价一直跌下来 见到今天都跌得多 都跑输了大市 跌了2% 去到7.35 那这只股份的话 她问应该继续开下去 还是要放一个止蚀位呢 是的 其实见到这只股份 之前不出完业绩之后 股价都是有个明显的崖沽 那当然你说 只看她之前不出的业绩方面 又不算太差的 那反而可能大家现在都 比较是担心 就是说去到下半年的表现 能不能够继续 如果单看回她 在上半年或者 头7个月的销量 的确是不错的 整体来说都是跑赢 全国的汽车销售的增速 但是说的是 销量上升 但是到最后的 武利能不能够继续 就很视乎 究竟去现时去买的价 会不会受到压力 又或者会不会都因为 现在整体的SUV 那个市场竞争 是激烈了的关系 令到那些新车方面 都有一个减价的压力 又或者可能要给多些 的discount 那某程度上都可能会 令到她的武利方面 是受到一些影响的 那你见到股价在叫做 之前的高位 八个六这样跌了下来 那最近这三个交易日 都是出了三支的大音烛 那你讲的 那条10天线 和20天线 都叫做跌穿了的 那现阶段去试的 就有机会试回 那条50天线 就是大概7.2左右的位置 那所以变相 如果你说真的有货在手 那短期里面 都可能有个心理准备 那股价都会是偏弱为主的 那希望就说 落到7.2左右 就有个支持 跟着就出现反弹了 如果你说 见到股价 有机会反弹上去 可能是7.7 至到7.8左右 那可能你都要考虑去减减减 好啊 鄭小姐好 还有股份想问 是不是3.8元 是的 18元买的 那这条未走到 多少钱 3.8元港交所 3.8元 3.8元 金山远建 3.8元 就是金山远建 18元买的 18元买的 是 不知道 就想问一下 现在股价都升了上来 有没有机会回家乡 是否这样 好 看回金山远建 388元 股价去到15.4元 现在股价升2% 今天见过一个月的高位 见到它之前公布了 业绩中期迎转规 但是就被大行又唱好 中金就升回它的评级 这只股份的话 有没有机会去到18元的买入价呢 对了 去出业绩方面 就要蝕钱 蝕成6亿多 就是单单上半年 虽然这样听下去 就好像比较差 但是一来就说 本身这间公司 之前都发表了那个刑警 大家都预期了 今次这份业绩 都是会蝕钱的 二来你看到它里面的一些细数 它这次主要亏损的原因 都是来自一些叫做一次性的减值 因为之前公司 都投资了一些其他科网的股份 例如现在在美股上市那间的信蕾 由于在当地的股份 股价在最近这大半年里面 都跌了不少下来 所以对于公司的投资方面 都是有一个减值方面 是有成是接近9亿那么多 如果你说撇除这一部分的减值 其实公司的核心盈利 都有成是一亿多 但是都要留意的 始终现在公司本身 在一些叫做新的业务上面的投资 那个开支都比较大 那例如就说去聂校移动方面 虽然见到它的上客量 是有个很强的增长的 但是同时间见到它的研发 或者是宣传广告等等的开支 仍然都属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那所以短期里面 能不能够很快的回复 一个很强的盈利呢 那这方面我还是有些保留的 那所以你说这一阵的股价 叫做炒了上来 你说再追啊 或者等它再升高一点 那个空间是多不多呢 那我都觉得不要太过乐观的 那暂时上面 可能去到大概16.2 16.3左右呢 都会有个比较大的阻力 还有见到它股价去由 7月初啊 12.7这些位置升上来呢 去到现在这些位置都升了 接近是一成多两成那么多 那所以变相那些 或者高位有货在手呢 都可以趁这一段的反弹 去到趁高减持 那看下来股价有没有机会 上回到16元流上呢 那到时你就可以 都慢慢减减了 好啊 建议郑小姐 都是分阶段去减持 这只股份比较好些了 多谢了郑小姐 你的查询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和Jason逐番申报 刚才我们说过的股份 请问有没有持有呢 没有持有的 好啊 多谢了你的分析 休息一会一会儿回来 会有五间总结 待会再见